就是她的外婆那些 其实那些那些亲戚都对我印象都特别好 然后都怎么样 然后她的外婆当我的面夸我嘛 她说哎呀小小 你那个外公很喜欢你啊 第一次见到你 就说你长得很漂亮啊 怎么怎么的 就是说夸我的话嘛 然后妈妈就不高兴了 她说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她那个旧外公就说 我都不敢给你妈妈说你的好话了 一说她就不高兴 然后晚上她在她旧外公家 还躲在那个二楼 她就外公发现了 后来跟我说 她说以后我们不要 就说以后她去睡觉了 我尽量还是不要跟你坐在一起看电视 因为她觉得她妈好像太疑神疑鬼了 当你跟婆婆之间发生这么多矛盾的时候 你会全部告诉你老公吗 我受了委屈 我没能诉说 我只能跟她说 她通常是什么反应让你觉得不满意 不是不满意 就是她处理的方式不对 我并不是说跟她说 就是要她去骂她妈妈 又怎么样 我只希望她理解我 我是委屈了 你安慰一下我 我就可以了 我又不是说跟她妈妈计较这些 只要她理解我就可以了 她反而刚开始 她就 她的处理方式就是打过去把她妈妈骂一个 你对我妈的关系现在处的怎么样 我妈现在对你 其实她 包括你今年 闹的这一出 在所有转备心目中 就把你当成是婚姻儿戏的那种 我让你主动的跟她们去认个错 就是老爸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说一句 爸妈 我们年我年纪小 那些事不要往心里去 我都教了你怎么说 你 他从那时候我没错 我为什么要认错 那段时间我很压抑 特别特别的压抑 而且就是后来我发现 我婆婆在门外头听的那件事 我就更压抑了 我在家里面说话了 我都不敢说了 觉得没有空间是吧 嗯